Hello,大家好,我是Philip 我很久沒有出來走過山 趁今天天氣好一點 把握時間出來走一個比較短一點和容易一點的路線 起點我會由科技大學出發 上小女峰,再到寶林 全程大約走一小時至兩小時左右 所以事不宜遲,立即出發 我剛才怎樣過來呢? 由牛頭角地鐵站坐104號小巴,由科技大學南站下車 一會兒走到對面油站,有條樓梯上去 就可以上小女峰那邊 但一下車,先別走太快 因為旁邊有兩個值得看的地方 這一邊是以前兆市的宿舍 剛才我的開場,其實在前面有個位置 那位置其實拿去拍照打架是蠻漂亮的 但基於真的仍然有人在住 我就不再說,因為我已經走了很多轉 走前多一點就已經到兆市大樓這邊 基本上這個位置看進去都沒有特別的東西看 我唯一想看一看就是前面轉進去那裡 應該有個位置可以看到兆市片場的大門 尤其是經典的黃色Logo 我看看看不看得到 我現在去這裏有個大閘,我完全轉不上去 但可以這樣看一看 看看這邊 因為我記得以前這個位置沒有這個大閘 可以再走近多一點 但還可以看到大樓的本身 以及兆市片場的Logo 有點可惜 如果可以走近多一點看就會更好 這樣沒有辦法 唯有現在直接上山 因為看到天氣都開始比較多雲 所以就盡快走完整個路線 一會兒我上山的位置 就會由油站旁邊這個樓梯直上 我們經這條樓梯就會正式上山 前面亦有個牌子指示兩條路線 就是這裏 我們現在在這裏 一條路就落坑後那邊 另一邊就落寶林那裏 那我就會以寶林為終點 來到這個位置 第一個奔岔路口 我們要轉左手邊樓 完 Logo 直上 之後來到這個位置就相對簡單一點 總之 完樓梯直上就可以了 但一看到這條樓梯 我就有點害怕 因為這位置都有點疑斜 而且 它是一段直上 沒有停的 又是樓梯大挑戰 如果它中間上壓停下 上壓停下 都應該會更好 現在這裏 要一口氣這樣衝上去 對我來說 真的相對有點難 沒有辦法 加油 努力 有很多人說 其實整條路線 最辛苦最辛苦 都是這條樓梯 終於上來了 如果平時有走一樓梯 基本上 真的可以衝上去 因為這裏 看上去 其實不是真的特別高 是樓梯 順便搞斜 走過來 上來 就已經是整個山最高的位置了 這邊真的可以說 整個景色是一纜目的位置 那邊就還沒玩 這邊就少許變長 後一點就是科技大學 所以說這裏是相當容易走 只不過我最近少走山 所以相對比較辛苦 好 既然上來 馬不停看 就由這裏 進去寶林那邊 由於其實有很多路由機 會上來這裏神運 所以他們自己 會有很多神運的設施 譬如 有了鐘、有了月曆 有了小椅子 在這裏休息 還有有些位置 他們會 放在呼拉圈 給大家免費使用 當然 如果大家真的玩的 用完的 便放回原位 還有 提提大家 如果上來這裏 走的時間 一定要準備蚊爬水 因為 我不知道是不是現在 相對近夏天的關係 所以蚊比較多 我剛才上來時 已經有很多蚊子仔飛來飛去 我們繼續沿著坑後村方向 下去就可以了 應該落到底 會有一個蚊子 是一邊去坑後 一邊去寶林那邊 所以落到那裏 我要看得清楚一點 前面就是剛才我所說的蚊子 如果大家 是要繼續走到坑後那邊 應該是直上那裏 寶林那裏 前面這個樓梯 就可以說 全勝了整個路線 這條路 絕對輕鬆而走 只是我近期少行山 一走樓梯 如果不是的話 這條路絕對不能撐 下次就會找回一些 相對長一點的路線 以及腳距一點的路線去走 好了,今次的影片到這裏 我們下次再繼續,拜拜